我們看第12題 他說an是這個極數 an這樣的數列 我把它取極限以後等於多少 我們看an這個數列 它小於等於多少 每一項的話 都小於這個m平方分之一 所以是m平方分之一 這一項也是小於m平方分之一 我一直加,加了n項 這一項也小於m平方分之一 這總共n項 所以你把它合併起來 是nn之一 它當然是大於的零 大於 那我就用甲體原理 當你取極限的時候 這個三項也是小於 當你取極限的時候 鈍號可能乘以 所以是小於等於等於 比如說m平方分之一 它都是大於零 但是你取極限以後 m平方分之一 它就等於零 所以你取極限以後 這個等號呢 就可能乘以 0 m平方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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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等於零 這也等於零 所以這個一定要等於零 所以這個等於零 就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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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